等於你現在存的金額 這個金額因為將來向下向右 它固定一定都是在那個位置 所以記得兩個都要鎖 不是鎖一邊而已 再來怎麼樣呢 在乘上 刮弧 一的話是你的本金 就是你原來存的金額 再加上你的利率 所以利率是多少 利率是旁邊這一個 OK 刮弧 然後幾次方 幾次方特別注意 因為是負利計算 負利計算那個幾次方 有沒有 記得是按SHIP加上6 這個符號 幾次方有沒有 比如2的十次方 那就是2的十次方 所以如果你將來要幾次方的話 記得是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的話 它是SHIP加上6 SHIP加上6 然後幾次方是根據什麼 根據它放幾年 因為是負利計算 所以第一年當然沒有 第二年 第十年你就會十次方 OK按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如果是放一年 0.125的利率的話 那一年之後是50萬 多了625塊的利息 可是如果我今天 這個公司應該沒問題 對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鎖定 因為我要向下 向右 那我剛剛講過了 可以套公式 你的列是哪一列 年的這一列 3 3要鎖 對然後呢 利率的部分 A要鎖 這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套公式非常簡單 反正你就看 你的列是哪一列 標題列 你的欄是哪一欄 鎖一鎖 幾乎 好像還沒鎖起來過 而且很好記啦 反正你就是 就是把它套公式 OK那我們做一次 給各位看喔 做完之後對不對 把三列鎖起來 所以你直接 加一個大勒值符號 A欄鎖起來 好 OK打勾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你把它向下填滿 向右填滿 其實就一氣合成了 OK這樣的話呢 放十年之後 其實五十萬放了十年 兩趴的利息 其實也看不太出 有什麼樣的那個 好像現在 所以利息真的是 那怎麼辦呢 其實說這樣好像 放銀行 這樣好像也是 升不了錢 而且現在景氣也不好 投資好像也不是很穩 那怎麼辦 所以現在都 大家都好像是 節省開支 我發現現在大家都很省 很省錢 不過我覺得 省錢好像還有一些 秘訣的 因為我最近我很喜歡上網去買東西 到處比價 然後最後比一個最低的價錢 然後有時候去一些實體店面買 我一進去我問他的價錢 我以為他是黑店 他報的價錢跟網路上的價錢 差一倍以上 後來我發現原來是 這中間的利潤 反而是那個網路上 他可以 因為他有量大 所以他可以把他的利潤 就是壓得很低 所以甚至我去買過那個 像那個什麼 因為有時候車上的東西 買個燈泡好了 那我就想說去燈泡 那個材料店買 我跟他講說我要一個 那個燈泡 然後他就 請問你是在哪邊看到的 他還問我 後來我發現 那一家店 它實體 你一進去 如果你都說 沒有 他就賣以約200多塊 然後如果說你是在樂天 是150塊 如果你是在露天 只剩98塊 那我當然我說 我在露天看到的 對不對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更低的 那當然 你看 哇塞 差這麼多 所以 那個荷包 當然可以 能省則省吧 所以 這個 也是一種大數據的應用 反正就是你的數據越多 然後你可以分析的 越多的話 相對你可以用最低的價錢 OK 好 那當然也是 都精打細算 不過 好 OK